天哪 亲爱的 你朋友圈杯酒是你吗 对 跟结婚了 天哪 看你还是个小孩 他真的像个小孩 但是他已经结婚了 那美食官好 能不能给我们 简单的介绍一下 你的经历 好 我本科是在澳大利亚 他帮得大学法学院念的 因为我们学校比较特殊 所以我们可以 每年 三个季节 那我就19岁就大学毕业了 我20岁的时候 拿到了澳洲昆士兰的 这个律师资格证 之后我就拿到了 北大的提供 然后我就去北大读博了 从你的简历上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非常优秀 是绝对学霸型的 谢谢 那么如果现在这个阶段 再从实习律师 开始做起来的话 可能落差会很大 这个你是怎么去考虑的 其实我在内地的这个法律的实践方面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经验的 所以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包袱 或者说我有什么架子 我觉得这都不存在 而且我因为没有受过国内本科的这个大陆法系的四年 这样一个很系统的教育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的一个缺失 就是我要现在抓紧时间赶紧去补的 我刚才听你聊 我觉得你是一个目标感 跟计划性都非常强的一个女孩子 如果说来实习的话 女博士 太太夫人 同样是一个律师助理 你觉得你自己如何平衡这三种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个实习是一个很紧凑的事情 这个如果这我能来 这是一个很紧凑的事情 那这肯定是方的第一位 那第二位的话是我的博士论文 因为我希望敢在明年提前毕业 那作为太太长的一个身份 因为我现在其实还没有孩子 确实结婚了 但是不会说沾有太多的时间 而且我是真的对这个领域有很浓厚的兴趣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我很看重这个实习机会的一个原因 好紧张 各位面试官好 我的姓名叫贺新磊 然后我本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在2016年的时候 就是大三同时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 和研究生考试 然后在研究生期间是就读中国人民大学 法律硕士专业 然后于2020年今年毕业 然后自我介绍完毕 你在找工作吗 我考了公务员 我考了公务员 通过了 通过了 所以如果能拿到军和岛 就不去公务员了吗 因为这是两套完全完全不同的路 是的 所以 所以我就是自己也很矛盾和纠结 所以其实不是很想做律师 就是 你选公务员是因为你父母希望你做公务员的还是自己 父母的原因比较大一些 我们的父母怎么就这么喜欢让子女去当公务员啊 所以说就是您对这个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如果是成立了家庭 有了孩子会不会向家庭这个更倾斜一些 甚至比如说就干脆做全职太太 不会吧 我觉得家庭和男人不太靠得住 怎么会聊到男人啊 没有人被你男人这个问题 不太靠得住 觉得还是要靠自己是吗 对 我能再仔细问清楚一下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 你在纠结公务员还是律师这条路 这里边你父母的影响 他们的意见占多大比例呢 还是你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 你本身就很纠结 还是说他们的意见对你来说是很重的一个砝码呢 占60%吧 占60%就是超过一半的这个 这个 对 听起来你也是 你也是这么决策的 你们之间应该是没有矛盾的 就是说公务员是你们 全家人比较大的概率的都可以接受 皆大欢喜的一个选择 是的 是的 你让我们怎么问你呢 接下来这个面试该往哪里走 你有没有准备好做律师 你让CD想清楚的 嗯 很严肃 好了 谢谢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哥 好再见 再见 感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他没有想好自己想做什么 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可能是有点不甘心 因为还是工作精力少 就怕我是学法律的 我没有做过律师 是不是我会错过什么 哎呦这么一点不甘心 在一脚跨入宫门之前 是吧 对 然后下面一个詹秋仪 各位面试官好 请进 请坐吧 好 詹秋仪是吧 是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的 各位面试官好 我叫詹秋仪 今年23岁 我本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专业 研究生毕业于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 我于2018年通过了法考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个学历背景的简介 你实习过吗 我有两段实习 两段实习都是 一段在大二是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另一段在大三是 紧张紧张 紧张紧张 忘了自己的实习清理了 然后你一品率是事务所 就暑期嘛 暑假手区分的 那如果 如果这样的话没有 那就是说 你就没有面 没有这种找工作的面试过了 嗯 没有 好 所以别紧张 别紧张 对你更担心 我们就是聊聊 我们不吃人 你父母对你的这个职业有什么期待吗 他们其实觉得 女孩子 找一个安稳一点的工作 比较能接受 但是这也是我跟他们第一次叛逆 我觉得我就应该是来律所 所以之前应该是没考过公务员的 对 没有考过公务员 嗯 之前爸爸有让我去考 但是我拒绝 哦 你自己形容你从小是乖乖的 你是怎么有这个决心 能够排除他们的这个影响呢 其实我觉得之前之所以我是没有叛逆的 是因为我也许并不反对他们的那个方向 我甚至觉得他们给我提出的建议和方向 我也能接受 但是这次我接受不了 因为是太喜欢了 太想要成为一类人 所以 尤其他是一种叛逆 不如说 它是我遇到了自己想成为的事物 嗯 嗯 所以我更有勇气 更有动力 去跟他们去 辩论一下 嗯 明白 如果在事业和家庭之间选择 你会选择哪个 我会选择事业 哇 厉害了 嗯 好 谢谢你 请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嗯 老师们好 我叫刘畅 嗯 来自河南郑州 是2013级浙江大学临床医学班年制的学生 2017年我从浙江大学制药工程专业毕业 获得功课学士学位 今年6月 刚刚拿到MD博士学位 然后在今年9月份呢 即将加入浙江大学 嗯 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开始三年的科研训练 嗯 你有一个研究与创新一等奖 是什么样的创新 因为我2015年参加了 合成生物学的一个国际精英工程大赛 然后获得了国际上的金牌 我很感兴趣 你在我们浦外科做过一篇文章 浙江大学的浙江大学的 可能有可能性的重症 这是我在实习期间 跟主治医生合计了这个研究 有了这篇小小的文章 非常了不起 很了不起 感觉这个超级学法 你是一三级的半年制 应该是可以拿到奥夫的 因为我已经坚决地 要读三年的学科博后了 为了博后放弃奥夫 行 没问题 好 谢谢老师 我对他评价就是科研型的学霸 自己有自己想法 真的 你看刚才这个学生 我有奥夫 我不要 他可能会在这个研究层面上 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而且他都是以杀技术法案来解决问题 创造力强 不容易的 是的 可以接受做自己的研究层面 耶稣的感动 基本上就是科研型的 我們的研究层面